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垂马德 古肉赴江朝晚明最热闹的当属1644年 在这一年内 竟连续出现了五个皇帝 这就是崇祯 顺治 李自成 张献忠 以及南明洪光帝 这一年被称为明朝灭亡之年 其实按说是不太准确的 后面还经历了以洪光 隆武 涌立几个小朝廷 以及陆王 陆王 义王等 很多以监国为名的诸王 所以 明朝应该是从1644年北京建落开始 在经历17年的抵抗后 至1661年末帝永历被害 明朝灭亡 在这痛苦挣扎的十几年中 大明的臣民们在腥风血雨中 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程 期间的恩恩怨怨 势势非非 为了各自的利益 自相残杀 既上演的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悲剧 也有着一出出令人 不迟的闹剧 但其中很多人在抵抗失败后 慷慨殉国 其壮其裂 让人肃然起敬 如黄道州 陈子龙 夏丸淳 及张苍水等人 他们慷慨父子一般都是兵败自财 兵败被俘 或被俘自财 或全家一起死结 其中 南京举将 黄端博大叔大明里不宜之司主是黄端博不将 解自于城门 他端坐于城墙上 等着被俘被杀 以让人敬佩其忠烈之甚 更有一人 他在抗兴失败后 先让全家自计 然后独自一人 正贯朝服赴清兵大营 怒斥汉奸后 引颈就说 这便是南明武王监国一朝的新国公王之人 此事发生在崇祯上吊后的两年 这时 红光昭已坐鸟受散 不久 朱玉健在福州建立龙武政权 然而 在他之前的几天 鲁王朱以海在浙江出任监国 但仍用红光年号 直到第二年才改元 用鲁监国年号 南明这两个平行的政权出现 预示着黄氏的激烈纷争 即容易出现自相残杀的情 况 王之人 自久录 宝定人 他原始崇祯朝的定海总兵 曾同时可法一起在浙江角过海道 手握有一定的兵权 红光师官至宁绍总兵 同水时 在鲁监国崛起之时 时任浙江房国总兵的王之人 正在鲁监国的领地 但是 在清兵集入浙江之时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王之人也已上表投降清朝 清兵首领贝勒波洛 也命他继续担任元职 也许是赞勋其身 韬光养晦 还是被民众抗星的热情挤鼓舞 他很快便意志反清 对他的这一行为 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在南明历史上 这样的情况多多 先是感觉打不过那清人 只好赢将 极致有风吹草动 依有点抗清士气 立马反正 加入抗清的队伍 这样的事在明末每天都在上演 这个放在当时的情况来看 是不存在好人坏人 投降辩解一说的 王之人积极用力监国鲁王 进封五名侯 虽因与诸君争利争享世 为朝 臣所侧目 然奋勇抗清 最后以身殉国 留下千古佳话 南明同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 互不相让 下属则各位其主 各位吉利 这样 权力很容易被架空 所以出现了唐鲁之争 唐 鲁是朱玉剑 朱以海曾经的封号 外部情况紧急 内部还在斗争 南明不得不亡了 本来这鲁王偏于异于 在名分上也不那么有底气 于是 就想着 如依仗着王之人还有点实力 要是能打下南京 其地位立马会提升许多 而要想打南京 那就得先要拿下杭州 于是 王之人带着人马攻打杭州 可是在杭州城下 连着吃败仗 在屠南京的计划遭遇重创 不死心 重整部队 再次攻打杭州 朱以海作为皇帝 亲自到前线鼓舞时期 本以为可以振奋军心 结果这一次 南明军的表现还像上次一样 败即连连 南明军不但攻城失利 而且亲军还发动了猛烈反击 南明军损失惨重 朱以海政权从此 以后 再无进攻的力量了 只能退而防守 他的抗清精力并不传奇 打 打不赢 有军 配合也不积极 想与任龙武帝位正统的黄冰青和兵一处 共同抗清 反被炮击 兵失将损 到了后来 在清兵的重压下 王之人所率明军退至周山群岛 又一败再败 复国无望 坚持无意 他自知已无力回天 遂将全家九十三口 全部乘坐一条大船 驶入茫茫大海 然后凿船自沉 实在之人都是不知 乃在其妻妾子女父孙贡一大舟 审之交门 而他自己则独自一个人 将鲁王坚果给他的印信丢到海里 穿着明朝的蟒袍 乘坐一艘挂着自己旗帜的船 驶向贝贝清军沦陷的明朝江南松江地区 大清入关时 总兵力不足二十万 以此 区区之力能屡拜明军 判监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他们用荣华富贵来招降明朝大臣 然后 再利用将心的明臣 再用荣华富贵招降绝部 为自己冲锋陷阵 打垮南 明政权 对这次二臣来说 突昭降一个汉人 尤其是明臣中重量级人物 那是兴奋异常 这不仅能立功受伤 更重要的是能为自己分棒 减少自己的罪责感 王之仁到松江后 百姓看到他来大为诗经争相为官 此时南明方面觉得此人是辩解将心 在松江的将将里承重 也认为他是来投降的 立即派人把他带到位于南京 而坐镇南京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红成筹 红成筹看到他来将心很高兴 于是又是一整套的劝说 大致就使明已腐朽 不值得为其殉葬 大清才是如日中天 行满汉之河 如将清则前途无量等等说辞 王之仁先是等他慢慢说 不法一言 即让其行替发之事时 王之仁脸色大变 正色而言 无乃前朝大帅 国王当辞 孔葬身于经理 身死不明 寇使清是无所争信 故来投奸 欲死明处儿 见多识广的红成筹被骂 被讽刺的时候多了去了 并不在乎王之 人的这通辱骂 他还以为王之仁这马 是想提高自己的身份 拿到更多筹码 以获取更大的官职呢 因而好言相劝 大哥啊 只要你剃发 我保你不死 只要你想做官 当个王爷都不是问题啊 但王之仁隶属大明朝廷 对红成筹的后恩 崇真以为他死了 给他后葬建庙 而他却降行轻灭名丑事 实乃无耻之小人 据明记南略记载 西先第三坛记辱 代记苟乎 被义望恩 操歌入室 平以我灵气 焚毁我宗庙 若通天之罪 过礼灵 魏吕远矣 但这红尘筹听这样的话 早已没了感觉 想当年被那下顽纯小朋友 讽刺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光 早就过了 所以 史书没有记载他被骂后的感觉 他只是觉得 王之仁以这样的理由前来送死的 那真是第一次 这分明就是借把支手来成就他的明节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 红尘筹也没有别的选择 既然劝强是不可能 那只好遂他的意了 于是 下令将王之仁处死 就这样 一旦看清明事王之仁引颈就处 慷慨殉国 在明末历史上 回家死结 以身性国者多多 死守金华的朱大脸 城破之时 全家妇女投井自训 自己写火神与子孙 宾客距于火药库中引爆自尽 北京沦陷之时 曾发生几百个家庭和家祸头水 祸头环的惨痣 每每想急于此 不禁一声成叹 王之仁死前 留有绝命诗云 黄沙白浪气狂飙 历尽贤唐至魅销 半使功名垂马阁 全家骨肉赴江朝 尸体四壁生如在 大笑秋空死一交 三百年来文字中 知今为有祸调谣 王帅刚烈勇意 实为最后的汉家衣冠坚守者 息灾 痛灾 撞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宪国新墨